我国羽毛球男单一哥拿督李宗伟在奥运会羽毛球男单赛事再度为我国摘下一面银牌 目前李宗伟至少得到222万令吉的奖赏 今天房屋发展商兑现承诺移交市价150万令吉 面积1100平方尺的高级公寓也一哥作为奖励 记者问李宗伟是否会把公寓单位捐出去帮助弱势群体时 李宗伟开玩笑地说自己还有两个儿子要养 李宗伟从李约奥运回国后就马不停蹄地出席各项活动 他表示目前已经迫不及待想恢复日常训练 筹备两个星期后的日本公开赛 至于奥运羽毛球混双银牌的主五柳营 马六甲首长拿督斯里伊德里斯·哈伦今天宣布 州政府除了奖励五柳营及搭档陈炳顺各25000令吉之外 也另外让来自甲州的五柳营优先申请一块政府公务原土地 但是需赐付地价 伊德里斯·哈伦也表示将向甲州元首推荐册封五柳营BCM有功勋贤 但是由州元首做最后决定 另编乡马星总秘书梁洁顺今天就华裔穆斯林政权型指华裔运动员 为了钱参与体育及不爱国等言论到金马警局报案 并促请政权型需就这番言论道歉 因为这严重伤害华裔的心 他说政权型身为一名博士 应给予运动员精神及行动上的支持 并非散播及挑起威胁国家安宁 破坏种族和谐的元素 MTV7综合报道